我們現在做一個動作 就是封蓋蜜現在已經 你看看蜜蜂的量有多少 這個上面很多蜜蜂 基本上這個都是鹹蜂 就是鹹鹹的蜜蜂 那怎麼辦 我們把這些蜜蜂趕過去工作 趕去工作這個叫壓蜂 就是壓制蜜蜂 那一般這個蜂蓋蜜 你如果要加速讓它蜂蓋 現在全部都滿了 你要讓它加速蜂蓋 有一些方法 第一個就是抽片 把它底下的空皮把它抽掉 抽掉的時候它的蜜蜂會集中在少數的片子上 等於讓它集中工作 可是這會有一個缺點 它缺點是什麼 就是當我們把底下的瓶箱的筐 一抽掉 它是一筐到兩筐的風量突然間增加 那如果空間沒有加大 會讓它有那種分風熱馬上產生 之前我們有兩箱的季箱 曾經抽過這個皮 結果抽皮的結果 風量突然間增加一皮到兩皮 那結果兩個禮拜之後就分風了 那我們現在想法上基本上就是把筐上面的風 讓它壓制下去就好 那我們就做了一個塑膠片 第一個我們先把這些蜜蜂擺下去 然後把這個脆皮的蜂把它刮掉 這是膠片直接放上去 讓蜜蜂在底層工作 不讓它上來 不讓它上來 讓它在底層工作 不讓它上來 這樣也是有壓蜂的效果 但是壓蜂的數量比較少 它大概只有半筐左右的兩支 原來香蓋上面的蜂 讓它通通壓下去 那就好了 你看它蜜蜂就不會上了 那你以後茶蜂的時候也有一個好處 你茶蜂的時候一開箱 不會有蜜蜂跑到上面來 那這樣的話 讓所有的蜜蜂都壓制在底下幹嘛 讓它去工作就好 而且它不會起墜皮 你看我們如果不做的話 這上面的墜皮 還蠻多的 好 這個部分就把它蓋上去 就好了 這一箱是兩層的季箱 像目前這兩層季箱 如果是把其中一層季箱撤掉 只留一層季箱 風量過多 基本上也是會馬上分風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它就起王台就分掉了 那這一箱現在同樣都是 有蜜是滿滿的 給你看一下 你看它的香蓋 我們要拍一下香蓋 你看香蓋這種風量 大概是半皮左右的蜜蜂 那這些東西它集中在香蓋上面活動 那基本上沒有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些蜜蜂 先走下去 走下去 走下去之後呢 接下來把這個蓋子上面的這些蜜蜂 全部你來看一下這個 煤箱的框 你看都已經胖皮胖出來了 像這個地方 都已經胖皮胖出來了 你看它的皮都已經胖出來了 這個地方 都已經胖出來了 這等著封蓋 所以我們現在讓它加速封蓋的話 就是把蜜蜂壓下去 把剛剛在香蓋的縮出來的半皮的蜜蜂 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 製作一個塑膠片 它的蜜蜂還是捨不得下去 把蜜蜂壓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 大概就這樣子 卡住 讓它不要再上來 再把蜜蜂壓制在底下 這就是我們壓蜂的方式 這樣呢 所有的剛剛在香蓋上的蜜蜂 你看我們現在把它清乾淨了 把蜜蜂都壓制在底下 壓制在底下幹嘛 不要讓它上來香蓋 不讓它上香蓋之後呢 讓它在底下努力的工作 這就是壓蜂 促進蜂蓋 加速蜂蓋的方式 這個是半個多小時前 已經上了一個 壓板的箱子 寄箱 我們來看看蜜蜂有沒有跑上去 你看現在蜜蜂 全部都被壓制在底下 這樣達到我們的目的 就趕快把它蓋起來 看看能不能加速蜂蓋 好 好